市立本土的个案 均为医院感染事件的确诊个案的接触者 就是这个医护人员同住家人也不幸确诊消息 让布立桃园院每位工作同仁人性惶惶 承受可能被感染压力 截至22号 布立桃园院已经有12位确诊 其中有3名是医护同住家人 没有被框内的医护人员 虽然照常上班 不过有医护人员生怕家庭群感染事件再度上演 决定和部分医护人员一样 下班直接住在医院就不再回家 医院也从善无流 将两层楼病房清空 给没有被框内的医护人员住宿使用 这名护理师的先生表示 感觉病毒随着在他们身旁 压力很大 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他们工作 夫妻只能每天通过电话来保持联系 那名护理师的先生表示 因为院内家务病房仍然持续运作 太太得和其他护理同事一起轮上班 照顾家户病房患者 平均每一位护理人员 就得负责照顾5-6名患者 在这样环境下工作 都得承受不小压力 病指她的太太 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回家 即使下班或是休假 睡在医院所安排楼层住宿 但是他们就是睡在病床上 感觉不像下班 根本无法好好放松 有的医护人员不敢睡在医院里面 也要防止家人受到感染 即使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也不敢去抱小孩 只要把小孩送到公婆家 希望这波疫情过后 再把小孩接回家